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跟進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特朗普總統在黨內的死對頭麥康奈爾 終於投降 他在接受電視台訪問的時候主動說 如果特朗普能夠贏出共和黨內初選 他就會絕對支持特朗普競逐2024年的總統大選 而第二宗消息就是在星期四晚的時候 拜登下令了要對敘里亞一些民兵的據點進行轟炸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說說到底麥康奈爾在接受霍士新聞採訪的時候說了什麼 他就說從現在開始到2024年之間是可以有很多事情發生的 而且至少有四位的共和黨員 計劃競逐2024年的總統大選 包括還有一些是州長 由於現任總統不是共和黨員 所以黨內的初選應該會是一場開放的競爭 如果特朗普是能夠贏得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提名 麥康奈爾就說絕對是會支持特朗普的 而且他還提到一件事 就說共和黨現時應該是專注於2022年的中期選舉 希望能夠在眾議院和參議院翻盤 中期選舉正正提供了一個最佳的機會 給那些有意參加黨內總統初選的人爭取支持 特朗普在上星期的時候 就公開這樣批判過麥康奈爾 說如果共和黨繼續是由這些人去掌權的話 這個政黨就將會是沒有未來的 而且會在接下來的選舉是輸到糟糕的 主持人就問他 麥康奈爾你怎麼看特朗普總統這個說法 他就回答共和黨的情況其實是非常之好 而且他還反駁了 有關共和黨內部存在著激烈矛盾的說法 他說 眾議院的民主黨人才是真正的不團結 因為民主黨在眾議院的優勢非常微弱 而激進派使得眾議院議長佩洛西難以運作 麥康奈爾還說 拜登政府使得共和黨人走在一起 而共和黨人對於新政府的極端激進政策 已經達成了統一的反對意見 麥康奈爾這一下明顯是投降 兼且轉了態 因為他直到彈劾案的時候 他仍然是對於特朗普總統口珠不伐 他是沒有打算放過特朗普的 但是來到現在這一刻 他也是要被迫這樣接受的現實 因為他再繼續糾纏下去 繼續盲反特朗普的時候 他只會使得自己在黨內的影響力 進一步被壓縮 因為很多基層黨員根本上就不接受這些人的意見 而麥康奈爾也都深知道 特朗普在黨內的影響力 是沒有辦法被忽略的 所以他現在就使出這一招以退為進 就詹加伊說要支持特朗普選2024 實際上來說他這個當然是虛招 他怎麼會是真心真意支持特朗普才行 因為鑑於他過去那麼多年以來的往績 就知道這個人 一定會在關鍵的時候從中作梗 他到時到後又會反水 他之前在1月6日的國會山莊激烈示威活動的時候 就已經率先走出來炮轟特朗普 而且去到彈劾案的時候 一直都對於特朗普落井下石 當然去到後來表決的時候 他就投了反對 可能他就知道 就算他投贊成也沒有用 他投贊成只會使得自己的政治前途盡位 因為那七票倒戈的參議員 在來界極有機會沒有辦法再代表他原有的選區繼續參選 換言之這七個人就是收皮的 所以麥康奈爾反正都知道 就算他投多一票贊成也沒有辦法彈劾特朗普 他不如就保存實力算數 因為他在共和黨裡面的角色 就是要在關鍵的時候發揮作用 而這個作用就是反作用 所以他現在又使出這一招了 就裝撐特朗普 但是去到差不多的時候 如果特朗普真的被推舉為共和黨的參選人 臨選的時候他又會搞事 所以我相信特朗普也不會再這麼愚蠢 就看看怎樣來整治他 而麥康奈爾在訪問當中 其實也是假裝模糊 他就完全不敢去回應 之前兩三個月對於特朗普總統所作出的指控 他就是避重就輕 就是顧左右而言他 為什麼呢 因為他自己都面對不了 當你說到特朗普好像是十惡不赦的時候 竟然來到現在這一刻你又說撐他 你要假裝團結的時候 你就說你會撐他 實際上你都不會撐他的 所以其實他做得很肉酸 但是沒有辦法他要保存實力 他在黨裡面有個特別的任務 就是在關鍵時刻削弱共和黨的實力 當然這個麥康奈爾就不是省油的燈 他竟然說會撐特朗普 完全就是看了撤尼的女兒的前居之鑑 撤尼的女兒就叫做列茲 就是眾議院裡面共和黨的第三把交椅 最近他又發表了一些批評特朗普的言論 遭到黨裡面的口誅不伐 甚至乎連撤尼 就是列茲撤尼 他就是代表懷惡明州來參選 他是遭到了懷惡明州黨部的譴責 這些根本上就是很醜陋的 你自己代表那個州 那個州的黨部竟然是可以譴責你的 你根本上都很沒面子 所以這個女人 很大機會在下一屆 就是中期選舉的時候 2022年的眾議院選舉 都未必有辦法再代表共和黨出選 因為黨部都不妥理 都要譴責你 那麼他還怎麼提名你呢 你還怎麼爭取出選呢 雖然你是現任 你做了三屆 但是不代表你大了 好了 這個列茲撤尼到底又說了什麼呢 有記者就問到了 到底特朗普 是應不應該 在保守派政治行動大會上發言呢 麥卡錫就答得很簡單 就說要 他應該要做這件事 但是撤尼就說 他要不要就取決於這個 政治行動大會的決定 尤其是在1月6日之後 我就已經講明了自己退於特朗普的看法 特朗普就不應該在美國 或者是共和黨的未來發展當中 扮演任何的角色 這些根本上又是踩到盡的語言 叫人家是沒有角色 難道你這個列茲撤尼就有角色嗎 他說完這番話之後 當然就會受到特朗普的盟友和支持者的口誅不伐 於是有些眾議員就是他的同事 就開始醞釀 要求這個列茲撤尼 馬上就要辭去黨內的任何領導職務 人家就不願意接受給你領導 因為你根本上就是跟民意脫節 老實說 連這個共和黨的 眾議院領袖麥卡錫 都已經是跟特朗普會面了 而且是達成了共識了 就是說 特朗普會領軍 帶領共和黨在2022年 翻盤 而且 這個共和黨的眾議院的黨邊 也是跟特朗普會面了 大家都言談甚歡 就是說主流的共和黨眾議員 已經是向特朗普靠攏 因為他有票 因為特朗普的民意支持度實在是太高 他是受歡迎 很多共和黨員其實都是支持他的 如果不是 麥卡錫就不需要走到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那處 進見特朗普 如果特朗普已經失勢 沒有人會見他的 現在情況就是他接見了很多黨內的重要人物 所以這個列茲撤尼根本上就是找事 他喜歡去遞特朗普就在這裡說 說多兩講 分分鐘他下屆也不用選 所以麥康奈爾見到 他的重要盟友列茲撤尼 有這樣的下場的時候 他當然就很聰明 去扮撐特朗普 如果他好像這個列茲撤尼那麼硬刮 繼續不斷撐下去的時候 恐怕麥康奈爾自己都會收拾 原先麥康奈爾就是要整合反特朗普陣營 誰知道他的重要盟友已經是這樣的跛腳的時候 他只好就是退一步 所以暫時來到說 在共和黨裡面 反特朗普陣營 已經是一種潰不成軍的感覺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第二單的消息 在星期四晚的時候 拜登就指示美軍要空襲位於敘里亞東部的親伊朗民兵據點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在較早前 美國在伊拉克的據點就受到襲擊 實情我認為這些戰爭是相當無聊的 特朗普總統不出兵 他一出的時候就會派出這個MQ-9無人機 去做精準的打擊行動 他就不需要派出什麼轟炸機去炸民兵據點 是浪費時間 特朗普採取一個什麼辦法呢 就是擒賊先擒王 他不動你 一動你就是動你那些軍事將領 而且還要是那些頭面人物 你這樣才會收效 你整天打完那些無名小卒 特朗普說過很多次 他是不願意見到美軍在一些連名字都說不出的山卡拉荒謬地方 是受到犧牲的 但是這隻拜登在上任的第一天 就已經是要對於敘里亞報防 好了 終於等到一個月之後他就動手了 但是到底他這樣來動這些民兵據點 有什麼實際的意義呢 是不是 你根本上就好像給人一種感覺 是要向那些軍火商借票 所以你就發動這些無聊的攻擊 特朗普就是高舉美國優先 而且他就不喜歡利用軍事的選項來解決問題 他就善於利用軍事以外的手段 用比如說經貿的手段 總之是一些和平的手段來解決 如果和平的手段來解決 就可以省水省力很多 而且大家的成本都不會有那麼大 但是拜登偏偏就喜歡用這些軍事出擊的東西 究竟你有什麼意義呢 但是對於緬甸的情況 他又好像愛理不理 只是發表了聲明出來 就說全世界都在注視 那你就只有一個體字 反而你就是在敘利亞那裏搞這些無謂的東西 全世界都看得到你的底牌是怎樣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